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,在公共场所都应当懂礼貌,讲文明。 大家都知道,这公交车买票的制度,不论你是谁,都应该遵守,这今天描述的这位女子的做法,让众人作偶。 据悉,30岁的公交车司机李某,已经有6年的驾临,近日,司机李某在驾驶公交车停靠站的时候,车上上来一名看起来30多岁的女子,这女子上车后既不刷卡,也不投币。 开始,司机李某以为是女子忘了,就好心提醒,没想到女子置之不理,自顾自地往里走,公交司机再次提醒,可女子就是不买票。 多次提醒后,女子居然先骂开了,不就是一块钱吗,至于吗?然后就说自己没零钱,践行不通干脆就耍起了无奈,我今天就是不买票,你能怎么样? 结果这司机大哥也是执行子,你今天不买票就是不行,结果两人越吵越厉害,女子一生气就从裤子里,抽出一条姨妈金摔在了司机脸上,司机李某猛的感觉一团东西飞向自己,一下子砸在自己的脸上。 他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脸,手上全是血,车上的众人直接傻眼了,司机李某反应过来以后,拿镜子一看,自己满脸精血,尤其是嘴和鼻子,这叫什么事啊?当场就怒了,停下车就打。 事后,女子报了警,没想到司机李某还被停了职,事情爆出后,网友一直给司机大哥喊冤,这样的女人就该打死才好,不该让司机大哥停职。 你们说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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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